各位網友大家好,歡迎又來到我們《望向編輯部》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17日,首先有社長雷曼網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紐西蘭的二德台漾 大家好 不是,我現在是新的,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除了來到大台《望向編輯部》 還可以到二台正香煲和三台沙冷器那裏 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病經濟氾濫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那好了,這次節目就要講一個不太好的消息給大家聽 就是佐敦就一條街封了 這件事是怎樣的呢? 就是特區政府在4月16號的晚上11點半就半特集封區 就宣佈佐敦百家市街的百家市大廈封區檢測 就由昨晚的11點半開始 這次百家市大廈裏面的人就要留在裏面 等今天凌晨2點半接受檢測 特區政府的目標就是 4月17號上午8點鐘完成這一次的行動 這次事出突然的 是特區政府首次在接近半夜的時候 就遺風了 現在流傳出來的訊息就是有海外人士回香港 完成檢疫之後 幾天回到社區之後就對新冠病毒檢測 初步呈陽性 並且驗出帶有變種病毒 特區政府的行動是要讚的 但是現在網上就已經有很多人帶風向就是攻擊特區政府 攻擊林鄭月娥和陳肇始 大家要明白一件事 邊境那裏是有隔離的 有些人現在傳說為什麽不用隔離啊 錯 是要隔離的 但是這個病毒很狡猾 我們說過很多次 就是他未變種之前都有可能潛伏20多天的 那麼他驗不到走出來是有可能的 這件事在外國發生過 在澳洲試過一次 我咯 我咯 我咯我最有發現權 社長我那時候回到Brisbane 就是因為有個人 在墨爾本檢測到 是沒有的 他是在墨爾本檢測11天 他都是沒有情任何陽性的 一回到Brisbane再測 再測 那就有情陽性了 搞到我在Brisbane下了腳 住了酒店三天 才可以回到黃金海岸 一個禁止 特區政府的做法已經是 盡量將影響減到最少了 但是 因為香港其實有 那個問題就是他有很多深層矛盾 沒錯 本身已經 民怨累積得很厲害 突然之間有一些 看起上來政府沒有盡責的東西 就會 有人出來帶風向 而且 當然我們也說過一件事 就是有些既得利益集團 他是要特區政府管治不了香港才安樂的 因為那些既得利益集團才可以上下其手 我讀一些留言給大家聽 就是現在網上的留言 在某一個新聞網站 說好的外防輸入滴水不漏呢 一單就不是滴水不漏 原來 現在出動了不同的部門 去封區 那還不是滴水不漏 知道有人走進去 知道 檢測到是有新官 立刻封 還有一些留言 是怎樣呢 四眼西 你不懂做局長 又下台了 每次都是你這死西貞在這裡害人 這些就跟某梓敬先生說的東西是一樣的 你這四眼西 不懂做局長 經常要我踢你一腳你才會做事 非常可恥 這些就是長期煽動社會上面最蠢的那幫人 去攻擊特區政府 然後借這件事去撈取政治本錢 為什麼這麼容易做得到 因為社會本身就有很多怨氣 很多人都對香港回歸了祖國之後 有不滿 覺得回歸了之後 他的生活過得比以前更差了 那這些情況是不是真的特區政府製造出來的呢? 真正的根源是不是特區政府呢? 其實很明顯不是的 是 好了 還有人說兩個四眼女人要害死香港 其實這件事 我們講過很多次 就是 現在香港的輿論 做報紙的人 很多時候就是攻擊 林鄭月娥 陳肇始 鄭若驊 因為他們是女性 壓不住牆 而香港人 其實心裏都是有一套東西 就是 覺得女人做事都是 沒有男人這麼好 沒有男人這麼好 所以可以用這件事去攻擊 現在的特區政府呢 是有效的 但是不是事實 好了 還有人說 根本垃圾政府是不想清零 好得七七八八又放毒入港 永無寧日 這個也都是不公道的 我們都講過了 無論你多嚴密都好 這個病毒就是很困難 所以我們一直都跟大家講 不可以鬆懈 一定要做足防禦措施 戴口罩勤洗手 基本事一定要做的 我們差不多每個星期都有節目講這件事 有些人就說 真是多謝某些沒有用的人 繼續放進來 香港人在手 多少天都沒有用 其實在一個本身怨氣很重的地方 你要去管治那個地方是很困難的事 而且還有一大幫政棍 其樂樂 天天在這裏 無的放肆 亂參與批評特區政府 很坦白說 你們這幫政棍其樂樂 拿莊的話會做得好過 林鄭月娥 陳肇始 和鄭若驊嗎 不會的嘛 是不是 那要先講那件情況 好 政府就會在這個受限區域上 做一個臨時採養點 會做煙喉和避康合併 適時測試採養 政府都會為行動不變的人 和長者安排上門採養的 做得很好 在所有人有檢測結果之前 受檢人士必須留在他家裡之內 就是他的處所 不一定是家裡 是 減少交叉感染的風險 珍必詩都試過了 還困了三天 是不是 是啊 其實我 我只想說最有發言權 因為我上次困了三天 就是這樣的 墨爾本的人 已經是第十一天 他十一天 他從海外回來 沒有記錯的話 是在BNO組合回來的 他十一天 墨爾本的相關單位 都檢驗到他陰性 所以他回來布里斯本 結果布里斯本 這很嚴格的 再幫他檢驗一次 糟糕了 糟糕了 布里斯本 就鎖了三天 小弟 就在布里斯本 但是現在的小弟 住在黃金海岸 我沒有辦法 沒有車 他封了 兩個城市基本上沒有邊界 但是 那些人 政府就封了 我就走不了 只可以住了三個酒店 還有我要補充一件事 現在封的地點 原來當區區議員是陳志偉先生 陳志偉有什麼支援呢 他是有接受訪問的 他也很盡責 起碼他說到一些事 當區區議員陳志偉 就說 封區的地方 有大概100到200名居民 原來非華裔是佔很多的 是兩到三成 而且居民是以長者為主 他說自己管理之下 衛生情況不算太惡劣 還有我們要科普一下 根據衛生署的資料 最新的資料顯示 香港累計六得的 所謂的M501Y 變種病株當中 總共有214宗 其中92宗就是 BNO組國變種 即是英國變種 27宗就是南非變種 其他樣本依然分析 還未拆解到是什麼變種 所以其實也挺嚴重的 星期五的時候 本港有11宗輸入個案 三個人是帶有M501Y 變種病株的 而且 M501Y變種病株的傳播能力 原來病株的 大家聽著是高五到七成 是很麻煩的 有專家說 這個是日本第四波最大的威脅 所以現在為什麼日本那麼嚴重呢 就是又是變種 還有之前 有以色列的大學 他們做了研究 就說 輝瑞疫苗好像對這種 變種病毒 南非變種病毒 作用好像不太大 也挺嚴重的 真心地說 不過我看他們的解釋 就是說我們現在獲得的 相片 其實是相對少的 所以都不能夠作實 這樣說 輝瑞那邊是說的 你們種南非的都不算太多 這樣說 其實是要很大量很大量 才可以知道真實的情況 不過輝瑞那邊已經說 今天加拿大已經說了 我們又向輝瑞買了 booster 就是另外的加強劑 這樣說的 當然啦 加強劑 然後呢 每年都會買一些 變成流感針 這樣用 嗯 那輝瑞自己都說 如果想是 就是 對付變種 買加強劑啦 這樣說 所以現在真的很難對付 連那些人說的 家鄉 日本 日本政府就預計 這種M501Y可能5月中 就取代原始的病毒 成為日本主流的病毒 那就麻煩了 連東京都支持 小池百合子都說 這種病毒 要叫做新新冠病毒 因為很多東西都是unknone 就是不知道是會怎樣的 一定會借這些事去攻擊特區政府的啦 但是 其實 有一件事就是 你沒有辦法的 無論你做得多嚴密都好 這個病毒都是有可能走入社區的 我們這件事講過很多次 因為我們這裡發現的時候 它為什麼會走入社區呢 就是 在那些隔離設施打工的人 竟然會在那裡 不好意思啊 我的網絡又有些問題 根本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我今天的網絡經常有問題 所以我的聲音有些問題 不好意思啊 那我就會暫時停一停 不要說那麼多東西 不好意思 嗯 不要緊要 那我們再科普一下 其實呢 M501Y 病毒株是分兩類的 一種 就是去年 9月到11月 在威爾士流行的 另一種 就是去年9月底 到現在 你記住現在 就是在英格蘭流行的 這個病株 就是英格蘭流行的那種 自從9月底 10月初 已經在英國快速傳播了 去年12月 已經佔了倫敦和英格蘭 東部病例的六成 另外有數據顯示 這個病株 已經佔了全個大不裂瘋 就是英國了 其實是35% 所以 這個N501 就被稱為 英國變種病毒 也是那句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真的有蠻友 住在 當區的話 就聽政府說就好了 其他事情不要想那麼多 最重要是先保命 其他海外的蠻友 或者在香港的蠻友 中國內地的蠻友也好 總之衛生的條件就要保持清潔 多洗手 我現在看到在網上有些輿論 都是把這個矛頭 指向印度人那裡 喂 這個時候 不要再散播 種族主義行不行 是嗎 這個時候做 其實是很難的 什麼時候都不應該散播種族主義的 老實說 但是你 一下子就踩到印度人 大家正在受害 所以有些傢伙都還是 就是把口不收的 我看到 好啦 那這次節目時間來到這裡先 多謝大家